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总统拜登预计于今天宣布将向六个州部署约一千名联邦医疗人员 以帮助当地政府抗击Omicron疫情 白宫发言人表示 这些团队将被派往纽约 新泽西 俄亥俄 罗德岛 密西根和新墨 白宫称 自感恩节假期以来 已经有800多名联邦紧急救援人员 被部署到24个州部落和地区 以协助地方抗疫工作 例如 在亚利桑那州 政府在圣诞节期间派遣了20名非马医护人员 和40名其他联邦医疗人员 为当地医院提供支持 这些团队会帮助抵达医院的病人分诊 为急诊室腾出空间 白宫发言人穆尼奥斯表示 拜登将预备部署在亚利桑那州 纽约州和密西根州的非马团队交谈 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帮助应对当地疫情的 初步研究表明 Omicron变种更温和 但是更具有传染性 该变种已经占所有病例的98.3% 周二 美国刷新了新增住院人数的记录 超过14.5万人入院 在Omicron变种迅速扩散之际 全美49个州已经调动了国民警卫队 总部署人数达到1.4万人 官员们表示 随着美国继续与疫情做斗争 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宣布新的联邦医疗资源部署 总统拜登11日在亚特兰大呼吁修改参议院的投票规则 从而让民主党提出的投票权法案更容易获得通过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谴责拜登的演讲及不总统 拜登表示 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防止少数参议员 阻挠两项法案的推进 他透露 自己支持改变参议院的冗长辩论机制 可悲的是 参议院旨在成为最伟大的审议机构 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 多位拜登的顾问透露 拜登把保障投票权视为总统任内的中心议题 如果没有积极推动投票权改革法案 政治风险将远远超过立法失败的结果 对此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昨天表示 我认识拜登多年 一直非常尊敬他 但在听完他有关投票权法案的演讲之后 我感觉我不认识这个人了 他指责拜登把不支持废除冗长辩论的 两党议员比作叛国者 认为拜登的讲话极不符合总统的言行 完全是胡言乱语 他甚至批评拜登是在挑动内战 冗长辩论是国会参议院的一项程序规则 根据这项规则 任何一名参议员 可以通过在辩论时做冗长演讲的方式 拖延对法案的辩论时间 以阻止推迟对法案或其他决议的投票等 推动程序 预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民主党人舒默将在1月17日前 就改变冗长辩论规则进行投票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美国陆军已将其最高入伍奖金增长25% 试图克服新冠疫情的干扰 在激烈的竞争中吸引新兵填补关键岗位 美联社12日援引陆军征兵司令部负责人的话说 奖金上限已从4万元提高到5万元 只有承诺在某些高需求领域 服役6年的技能型新兵才有资格获得最高奖金 陆军征兵司令部负责人凯文少将告诉美联社 过去一年关闭的学校和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 给征兵人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在进入一年中征兵工作最困难的几个月时 陆军希望额外的现金和一些其他变化 会吸引合格的年轻人报名 报道称截止9月30日的2021财年中 美国陆军入伍奖金总额超过了2.33亿元 低于2018年创下的超过4.85亿元的记录 当时美国最大的军种陆军未能实现其征兵的目标 2021年有16500名新兵平均获得了超过1.4万美元的奖金 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今天和俄罗斯在维也纳举行会议 这是双方的第三轮会谈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对本周与美国和北约的安全谈判 做出了评估 指谈判不成功 并表示彼此间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莫斯科对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公布的全面制裁法案感到极为负面 并且制裁案公布的时机相使试图对莫斯科施加压力 佩斯科夫表示 本周截止到目前 俄国和西方之间的两轮会谈产生一些积极的细微差别 但是莫斯科正在寻找具体的结果 而不是细微的差别 莫斯科与西方国家今天在维也纳参加欧洲安全继合作组织的会议 双方的会谈重点在莫斯科对西方提出的一系列安全要求保证 俄国副外长雷亚布可夫今天警告 若西方无法同意俄国主张的北约停止东扩与不让乌克兰入北约 那么俄国也不排除在古巴或者委内瑞拉驻军 此外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11日在乌克兰边境动员约3000名俄军参与实弹演习 莫斯科表示 无意发起攻击 俄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调动军队和实施军演 路透社指出 这显示俄国无意降低军事紧张情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